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点 到达两级时迅速升级一级人贴近距离打出强攻 然后后退 一般在抢到两级的时候 我们打个强攻就可以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 一般我们打这些组合的话 一级要强势一点 我们不要让这个尽量不要让敌方辅助上来补刀 因为他有那个就这个东西 他补刀的话就会很快 我们尽量不要让他上来 他只要上来 我们就打他就可以了 记住啊 我们只要打出一个强攻就可以了 不要上头 因为敌方也会很容易到二级了 你看我家锤子已经跟我配合好了 这时候我们比他们先到二 大家可以注意到吧 我们的兵线比敌方好 我这里打不就空了 如果没空的话 可能我会继续追着A 但是肯定打不死的 你们要记得 因为敌方有闪现治疗的 除非锤子两级闪现EQ都中了 不然的话很难刹身 一般的话 我们抢到两级 就像我这样AEA 快速打出强攻就可以了 你看我家这个锤子有点问题 他闪现这波本来已经很赚了 你看我这一套 AEA 他半学就没了 但是我家这锤子啊 还想打 就有点问题 这波我们啊 其实有点亏了 因为敌方有个回复状态 而我家锤子这波没有闪现了 可能待会会被干 可 所以再记住啊 我们打出强攻的时候 第一时间尽量的撤退啊 不要上头 第三点 当日旅血量在一半的时候 可以让辅助开日旅 因为如先的爆发是比较高的 我们第一时间开日旅的话 他可能触发不了那个雨震 我们也是可以秒掉日旅的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好吧 一般日旅她是在什么情况呢 就是她触发余震 以及她的W技能会比较热 但是你们注意到的是 她的W技能已经开了 只要我家这个锤子只要开度 开到她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秒掉她的 你看这波我直接AEA 一个W技能就把她秒掉了 而且我的Q技能都没有打到她 即使她血量再高一点也是没关系了 因为日旅也是蛮脆的 其实只要她不触发那个余震 以及开她的W技能 所以也是比较脆的 如期花的爆发是很高的 你们也可以尝试着去开一下敌方应付 没必要说一定要去开敌方ADC的 这波黄子来了 但是没有关系啊 因为我们的双招都在 这里给你们讲一下 即使黄子会来 我们这波技能CD也快好了 他是不敢来的 所以这时候你们可以继续压线 哎 没必没有必要的话 第一时间撤退 而且我家未在 大家可以看见吗 所以就你们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打 什么时候不可以打 就你们根据你们的召唤之技能 以及技能CD啊 来判断一下 还有第四点 就是如果当你的辅助被开到了 这个时候呢 你直接让辅助和你起火打敌方AD进行烦恼 就是比如说你家的辅助被敌方 流头啊 或者日旅直接开到了 但是我们这时候不要慌啊 我们第一时间就起火敌方AD就可以了 因为敌方的辅助把技能都交给AD了 也就没有任何伤害了 就没有任何控制技能 这时候我们可以完整的使用卢西安的连招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吧 我对不起 这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比如说我家垂死这一波 他不小心被日旅开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啊 日旅把他的EQ啊 都给了垂死了 这时候他是没有任何控制技能的 我们直接 集火 集火敌方AD就可以了 你看我都没有管这个 你看他是没有任何召唤之技能的 我们这时候只要去击杀敌方AD就可以了 我们再看一遍 好吧 就是当日旅啊 或者流头WQ都放完的时候 是比较弱的 硬辅主要就是控制时间长 然后让AD输出的 但是他把控制技能都交 你看我贴脸打 这个日旅只会A我 但是没有任何作用 知道吧 所以就是下次你们有的时候 你家辅助被开到了 你们第一时间直接牵手打AD就可以了 没必要说我跟我家AD集火辅助 而且是打不过的 你们知道吗 第一点 他们余阵出发了 第二点 他比他的W开起来是比较肉的 我们两个机子爆发再高啊 也是秒不了敌方辅助的 所以我们这时候 一定要记住啊 先杀AD 基本上都是可以打得过的 有点 出完破败的时候啊 你们要记住啊 卢签是一个强制器 就是一个小弯刀 1500块钱的小弯刀以及 2800块3200块的破败 都是一个强制器啊 还有6级的路线也是一个强制器 找准机会当敌方辅助去做视野 或者敌方辅助你敌方AD比较远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直接一起 一级能起手 然后用破败 直接减速敌方AD就可以了 就快速的秒掉敌方AD 或者直接打一套伤害 等一下 哎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好吧 那个我没有找到 先看一下这个 好吧 刚刚那个没有找到 像一般我们这种情况呢 就比如说他没有触发余认 你看我们的 把强攻打出来 伤害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们就是 在开 就是 就是你家辅助先手开 开敌方的时候 即使开到敌方辅助也是可以直接打的 我们的卢西安爆发是比较高的 在前期 德莱文的爆发也是没有 也是 没有卢西安高的 你们要记住 像卢西安一秒 就可以打出 7强 你看 W 他是可以AW AQ AE的 是快速取消 凭A后摇 一切 快速利用他的被动啊 可以打出1秒7强的效果 一般的就是 我那个怎么找不到呢 就主要给你们讲解一下吧 就是第5点 那个 像第6点 还有第5点 这两个是比较重要的 你们要理解 因为卢西安的强势期 很多人都知道 像迪 因为卢西安这个英雄出来也是蛮久的了 对吧 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强势期 比如说两级啊 三级 还有六级 还有1500块钱 那个BLG弯刀 以及3200块钱的破败的时候 路线都是比较强势的 敌方可能都会注意到这些 所以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些时间去找机会 就是敌方弹子肯定不会注意到你会一技能起手 一般的话 你们就多利用这段强势期去找机会 比如说敌方辅助去做视野 或者是敌方辅助 你敌方AD比较远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一技能起手 开W技能用 那个比尔吉弯刀或者破败啊 直接连住敌方AD 打一套输出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知道 要知道 有破败的时候 卢西安的回复能力是比较强的 还有第六点啊 千万不要随便放一技能 因为路线的一技能比较重要 在前期 主要一技能前期CD比较久 即使你用你的W以及Q技能 来减少一技能的CD也是不够的 一定要注意 一技能比较重要 如果你没有把握 可以杀死敌方的话 就要把一技能留住 在这里要注意几点啊 牛头和日驴有两个不同的点 牛头WQ是可以用一技能躲掉的 然后可以反打 但是手速要快 这个大家可以去自定义 或者跟朋友一起去练习一下 一定手速要快 就是比如说牛头W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技能躲掉他的WQ2连 然后我们进行反打 但是一定要记住手速要快 你手速慢的话 那就不要去尝试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打牛头好吧 一般打牛头跟日驴是一个效果 就是你抢二或者抢三 因为牛头三级比较强 但我们这波两级没有抢 但是我们可以抢到三级 你看可以快速牛头不敢二连上来 因为我们三级而且有一个垂直 你们要知道 垂直有个一级呢 可以倒在牛头的WQ2连 就你们玩卢西安的时候啊 比如说敌方先到两级 我们不要着急 我们可以等到三级 可以利用抢三这个效果去打敌方 措手不及啊 就比如说这波 他们不知道我们要三 这时候我们拆个兵直接一起走 因为他们等级比我低 我们有把握打得过 这样就可以快速消耗一下 打硬服也要记住 一级不要被消耗 如果敌方像那种得来稳当 或者EZ一级比较强势的 如果现在有的时候会被Q到的话 我们尽量的去猥琐一下 一定不要掉血 不然在三级或者是两级对拼的时候 我们会吃亏的 打牛头比较简单 我们就可以去勾引牛头 像日铝啊 就不好勾引 因为日铝一上来 他的Q技能很容易中的 而且他的E技能是指向进技能 你们可以注意到这点 我们就勾引了 当然这波 配合的有点问题 但你们可以知道啊 这波勾引是很成功 你们可以看见 这个攀升一直在这里 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会的 可能这个画面你们看不见 对吧 但是我们这个草丛里面是有眼眼的 你们应该这个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下 这攀升来下落已经有大概三分钟 两分钟了吧 我们一直在勾引 以为没有视野 你们下次也可以这样去勾引 知道不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时候我还朝前走 因为攀升要回家了 我再勾引一下 你看他闪见开我的我没有反应过来啊 当然我第一时间拉开距离了 就比如说敌方打野在干客的时候 你们没必要说放个技能下跑他 你们要尝试的去勾引一下 让他在那里浪费时间 比如说这波 我看一下他有没有杀掉 没有杀掉 这波一换二而且比较赚 敌方教了很多技能啊 像攀升的闪现 以及敌方AD的闪现 下波我们就很好的 就是有的时候啊 比如说这里有视野的时候 敌方打野想来干客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这样去做视野 就是像我这种去做法 去勾引一下地方 当然我这里有点失误 你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我们的反打是比较强的吧 垂直直接把它溢走了 这时候我直接在后面输出就可以了 很安全的 你们下次也可以这样去尝试一下 打牛头日女呢 主要就是这些啊 一定要用一技能躲他们的关键技能 日女的一技能啊 我给你们讲一下 就是比如说你奥巴马 一走了但是被他一一中了 他也会跟着你飞过去的 所以这个你们一定要注意一点 而不要去勾引 比如说日女 他一到里了对吧 你这时候再交易 他会直接飞到你那个一的目标的 然后在Q里 就很容易被秒掉 你们一定要在他出手一的时候 就直接使用一技能 而牛头不一样 牛头他W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技能躲掉的 但是日女的一也是不好躲的 他会跟你飞过来的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怎么打锤石和机器人 像锤石的话就比较难打 对吧 很多人即使有位移啊 他也躲不掉那个锤石的一技能 就以及Q技能 因为你们不知道他的Q技能会 从哪里Q的 就比较危险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 是不是要被垂直Q了 这一点没有信心躲掉的话 就是你们尽量的去 可以去自定练一下 垂直的Q技能 他是没有那个预判的 所以很危险 你们这个要去多去念一下 要知道锤石的Q技能该怎么去躲 尽量的用E技能去躲 因为你被锤石Q到的话 他很容易易中你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锤石的回复能力很弱 在对线期间 我们可以多利用Q技能 以及W技能去消耗垂直 或者去消耗ADC 我给大家看一下如何去打垂直 像这个没有把握躲掉的 确实Q技能 我们就使用E技能 像E技 这波E技 我学的是E技能 因为E技我被抓了 就我不知道他的出勾 是朝哪里出勾的 这时候我就用E技能去躲 而不要就尝试的去流气呢 你看我们的消耗是比较强的 他们的回复能力是很弱的 我家辅助消耗的是蛮多的 两个Q技能就半选 你们没有把握一定要交E技能 直接拉开距离 而且你们要知道 垂直的Q技能CD是很很长的 跟比你的E技能 跟你的E技能是差不多的 就比如说你一玩A两下 CD是差不多的在前进 所以没必要担心你E玩了 结果他Q技能好了 没必要担心这个 就在打垂直的时候 我们就多去消耗他 放W或者放Q技能 或者配合辅助去 你看这里 这里就刚刚跟你们讲的 我们有一个比尔吉弯刀 对吧 当敌方辅助 你敌方AD有点远的时候 因为打路人局啊 他们不会沟通的 有的时候只会点个信号 但有的时候他们就反应不来 这时候垂直应该想去做视野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时候我直接反手打一刀 就把他秒掉了 大家再看一遍好吧 就你们要经常的抓住这些机会 玩一滴的话也是可以先手的 但是这种机会要把握的好 不然你很容易被敌方反打的 你看这波就很赚了 哇 这里被Q中的也是没关系的 因为我们的状态 但是理因来说 我应该用我的一年去躲他的Q技能 但是我没有反应过来 这个是W闪啊 把他秒了 但是不建议你们这样吧 很容易失误的 但这波打架就有很多的问题啊 比如说这波我满血 我们消耗敌方是比较赚的 但是我被Q到了 比如说你看 这波应该是无双换血的 但是我这波 因为我先放一个W 然后被他Q到了 这波换钱就比较亏了 因为我的一技能一直没有交 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这波就比较亏了 一般来说啊 你们不要这样玩 就当垂直出勾的时候 你们尽量的第一时间 用一技能甩掉 不然的话被Q中的话 一般配合卡杀 打出那个电强伤害还是蛮痛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这波可能是 是因为我家打野来了 不然也是没有机会杀敌方的 就这波刚刚说的 BRD弯道 你们只要有状态 他们离得远就可以这样打 待会再给你们看一下下一波 好吧 就是当敌方辅助离得远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BRD弯道 大家看好了 你看他辅助离得比较远 我第一时间打了一套消耗 看见没 这波也是杀掉的 你们可以仔细看啊 我并不是靠辅助先手的 都是我先手的 你们可以看见吗 你们再仔细看一遍好吧 这种机会呢 是很好找的 你们以后玩玩AD的时候啊 可以多去尝试一下 比如说这里 就是当你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距离是很难把握的 我重新来一遍好吧 你们仔细看一下好吧 他走到这个位置 我直接反正打了 这时候他们没有反应过来 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要上的 像这波就 一换二不是零换二 看见没 就因为我自己找的机会 你说这波跟辅助有关系吗 有的 但是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 大家可以看见吗 你看我这一上去直接破败 减速AQ 瞬间打出抢工具 基本上就秒掉了 这个人头是被他抢去了 其实 大家可以看见吗 你们也可以这样多去找机会 所以说鲁千这个版本是比较强的 他前期爆发比较高 而且当他突然比尔吉弯当或者是破败的时候啊 找机会的力比较强以及爆发比较高 下次在你们玩鲁千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去尝试一下 就第四点啊 如果垂 垂石离AD较远 我们可以先手打AD 就是直接一上去先手 一般如果你伤害不够的话 我们消耗一波就可以了 如果伤害够的话 我们直接比较掉 就刚刚大家也看过那个视频了 对吧 还有再 我给大家讲一下 再打垂石与机器人 垂石是比较难打了 这里我就给大家看了一下垂石的视频 像机器人的Q技能大家都很容易躲的吧 你用一技能一下子就流开了 但是垂石是比较难的 这里我给大家讲几点要注意的要点 第一点我们千万不要被垂石Q导 其次是一导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用一技能 来拉开距离 躲掉垂石的Q技能 第二点 当敌方是手短一点 就比如说是卡扎 或者是维恩 以及威鲁斯这种的 就是他的位移很少 以及他的手很短 我们就可以多利用我们的Q技能去消耗 以及W技能去消耗 第三点 当敌方手长 我们就适当的让辅助去找结尾 像女警 以及 喊兵 或者是EV这种的辅助 AD啊 这时候我们玩路线 就不要第一时间的去 E上去了 因为他有一个像女警有一技能 EZ有一技能 还有他们 有那个减速技能 所以我们这时候 适当的让辅助找机会 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被敌方反打的 这个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打卡扎 维恩 小炮 这种比较弱的 我们可以一技能先手 直接强势 或者你优质比较大 也是可以这样的 但是一般正常来的话 不要一技能先手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下面呢给大家讲解一下 塔姆还有布隆这些组合 像很多玩路线呢 不会打塔姆加布隆 配个EV 很多人都觉得 哇塔姆加布隆走下路太混了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杀他们 但你们要知道塔姆布隆他们的先手能力比较弱 以及 爆发能力比较弱 推线能力比较弱 你们要知道啊 在下路组合 所有两个AD 以及辅助组合起来 他们有强势器以及弱势器 只要我们找到他的弱势器去打就可以了 像卢西安加锤齿也是有弱势器的 比如说消耗能力 不是 前期的续航能力比较弱 对吧 以及 一级的推线能力比较弱 虽然一级算是比较强的 但是相对于一些英雄 他的推线能力是比较弱的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组合的优势器 以及强势器 劣势器去打架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他们的反打能力很强 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硬上去 很容易被反打 第二点 在对线期间 我们可以多利用Q和W消耗AD 他们的续航能力比较弱 像塔姆的续航能力是比较强的 但是AD的续航能力一般都是比较弱的 第三点 如果敌方想先手打我们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只要拉开距离配合辅助反打就可以了 像布隆啊 还有塔姆 他们的反打 以及先手 他们只有一个Q进了 第四点 当敌方被我们打残 我们切记不要追 转了就可以 然后推 现推他 而且这个版本的杜层比较重要 对吧 我们把他们打残了 我们推杜层就可以了 一般他们一级也是比较弱的 我们你看给你们看一下 我家是石头人辅助 但是对面 手比较短对吧 布隆一级手也是比较短的 卡莎一级比较弱 虽然推荐比较强 但是我一级也是可以推荐的 我们所以就不要怕 有的时候啊 可能你们会说 你家哪个石头人辅助 那么弱 怎么打下路 你一般你要保证自己的发育完AD 一般下路打出优质是看辅助 但是保持住 就是你不死或者补刀是看AD本人的 你看这波 你们可以看一些这波细节好吧 我W技能命中了 加速拉开声位再A一下 看见没我后面这个影子加速 你们可以注意到这一点吗 就你们当玩弩仙的时候 我建议你们都是W先走对吧 因为W技能打到别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机会去偷A别人 就像我这里 大家可以多去这样去尝试一下 中了A一下 看见没 然后拉开距离 再找机会再A一下 打出强攻 我们的伤害是比较高的 大家可以看见吗 并不是说在下路一定要靠辅助来先走 我们AD也有很多的手续可以消耗别人的 只是辅助决定下路是否能打出很大的优势而已 在打布隆我们要学会拉扯 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吧 他们一直被我们消耗我们要学会拉扯 怎么拉扯呢 大家仔细看一下 在我们打下路啊 就千万不要用一技能上去啊 不然你被布隆Q到 基本上快秒掉了 这里有点失误说实话 但是因为敌方有治疗和闪现嘛 我就在想 我E上去也打不过 就相当于打一套输出就可以了 就消耗敌方一下 像我一般都是躲在小面后面的 我没有说站在彻翼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被布隆Q的 我还是就躲在侧面就可以了 保证自己的发育 像他们谁上来我们就打贼 没必要说 一定要去直接E上去打一滴 因为他们的反打能力比较强啊 这个卡莎失误了 不过他不失误的话 应该也会死 像这里你们可能会闪现对吧 给你们大家看一下 就你们这里千万不要去闪现追卡莎 不是说不追 我们要走进草丛之后看一下距离再追 你看敌方卡莎也没有闪现去杀我家大爷对吧 刚刚卡莎闪现去杀大爷的话肯定A一下就死了 你们一定要记住不要闪现上去 就是在追人的时候尽量的不要上头 因为如果卡莎刚刚闪现上去死了 他亏的就比较多 接着换了一个人头 你看这里我进草丛之后 我发现我的闪现距离可能不够 而且我可以杀一个AD 我杀一个辅助 我就在想 你不要去闪现追他了 杀一个就可以了 我就没有交闪现 但人头没有抢到 这波我们推完键回家是比较赚的 这些兵兵线卡莎会漏掉的 因为卡莎没有状态了 不可能再在塔下的 你们要多去想一下这些方法 你看我们这波线推完 卡莎漏的刀是比较多的 像是你们也就在闪现之前 一定要注意是否可以上去或者比较赚 如果不是很赚的话 就不要闪现上去了 还有在打布隆和塔姆的时候 我们第一点可以推线 第二点空线 我建议你们空线 我之前讲过霞对吧 霞推线为什么推线比较厉害呢 因为霞的不怕被抓 反打能力比较强 其次 霞有一个自保能力大招 以及推线比卢仙快 所以霞可以推线 但我们卢仙呢 一定要省蓝 就那个蓝量要保持住 而且空线很容易击杀地方 卢仙不像霞 卢仙的爆发比较高的 就我们一般空线空在这里 我也教过大家对吧 玩霞推线 尽量的打这些组合 但玩弩仙尽量的空线 找机会 而且在这里你们要知道一点 不容易被抓知道吧 在这里空线 你说 敌方打也即使闪线过来开你 你一个异计呢 就到塔下了 就不可能被抓 而且很容易杀 霞仙待会把破败 小弯刀出来的时候啊 你们要知道 他的 流人能力以及 就是追击能力是比较强的 所以我们尽量的玩霞仙去空线 而不像霞 霞流人能力就比较弱 他只有一个倒钩 而且里倒钩还有可能空掉 所以我们尽量的在前击推线 让敌方露刀 在玩弩仙就可以空线 大家要多去了解一下 当然了 当敌方你推键能力起来的时候 我们也是可以压线的 当然这里是因为敌方下落比较弱 而且我们刚刚打出优势啊 这个 线是控不住的 所以我们就快速推线 不怕被抓 也是一个道理 只是这种线 我们可以推一下 像一般塔姆布龙啊 都带的是 那个 守护者 对吧 当他们两人站到一起的时候 我们尽量的放WG呢 第一时间打出他们的守护者 然后就有机会去杀他们 即使没有机会啊 也可也没事的 像这里瞎子离老远 就上来了 基本上是抓不到我们的 除非布龙 散现AQ 但是我 我有意见了 可以一到这个位置 再散现走 基本上是可以走掉的 你看这波我们继续推了 是比较赚的 我的补导也是蛮多的 就是你们推线 永远比空线要赚 但是空线 哦 说错了对不起 空线要比推线要赚 但是推线有一个优点就是 可以找机会配合打野进行野区入侵 或者是配合打野控制小龙 以及河道的视野 这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空线的好处就是可以赚的更多 像你们看我们就说在冰线比如在敌方前面啊 这波给大家知道一点啊 之前在这里的时候卡牌是点过信号了 但是他并没有飞下路你们要知道这一点 其次我以为卡牌会飞了所以给我一个错觉 但是这波还是打得过了 你看我以为卡牌会飞下了 我我没注意到他 但是他点信号了 我以为他会飞下路 结果去抓这个这个人了 所以这波就给给了我一个错觉 但你们要知道他们的先手能力是比较弱的 看见没 你看他们那么多技能大招啊 加瞎子把我踢回来都没有把我留住 就是你们要知道布隆和塔姆这两个英雄啊 他们 游人能力很弱 但是保护能力以及反打能力是很强的 你们要知道下路组合的优势器以及强势器 还有一些打法特点 每个英雄的打法以及特点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一定要去多了解一下 你看我的补刀 即使不是指头人辅助我 我的补刀也是很多的 基本上 而且我前期也没有拿到人头 但是我的发育 这个发育是我自己拿来的 就是玩卢仙比较熟练 你们下次玩卢仙也要多去 运 就是知道卢仙的强势器 以及打法特点 这些需要大家了解一下 还有这一波 你看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一直在推线对吧 但是也有空线的时候 在推线的时候 一般打这两个英雄就可以推线 只要能推的线就可以推 不能推的话就不推 像在塔下怎么去消耗地方呢 教你们一招 一般在这个位置 我鼠标点的这个位置 或者是这边这个位置 去消耗地方 然后可以快速的出来 在这边的话 没有看见啊 下次给大家展示一下 一般走上去再去放一技能 当然他交产线我们就不追了 像那种大家都说了嘛 交产不杀对吧 只要他亏了就可以了 我们的目标是让敌方亏 并不是说杀对面 如果你这时候交产线去杀敌方 如果瞎子在的话 可能就会被换掉 所以一定不要上头啊 很多玩家 不管玩什么英雄都会上头 你们一定要记住 转了就可以 这个我应该给大家 没有看过 给大家看一遍好吧 我们是不怕被抓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压制他们 这种线我们就先不推 可以让敌方露一个刀 就露一个刀 你看这个卡莎已经露了很多刀了 我看过 但是我们给大家再看一遍好吧 我们是不怕被抓的 但我们在这里控的话 就尽量的不要让他补刀 如果你打法比较凶的话 你可以站在炮车的前面 让敌方 像EZ啊 或者是卡莎的W技能以及EZ的Q技能 不要把这炮车斩杀掉 然后你再亮一个表情 然后他就比较秀了 一般在下路推陷以及空陷呢 你要根据打野来 对面敌方打野 根据敌方下路组合来判断 他们的流人技能强不强 以及干可能力强不强 或者是我家打野 配合我家下路 流人技能强不强 干可能力强不强 像我家的组合 这石头人卢仙 还有一个狮子狗 你说他们干可能力能强吗 弱爆了对吧 所以一般我们前期都没有叫狮子狗来一次 所以你们就有的时候啊 像你们组合就比较 流人技能比较弱 你们下次就不要点信号 一直给打野 让他一直来帮你下路干干 即使有的时候 我教你们 就有的时候 即使你们两人被压在塔下 也不要让狮子狗或者是你家打野进行来干干 为什么呢 他们压线可能肯定是会做视野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们压线很容易是走的 你们不要说有的时候 你们这样如果一直强行让你家打野来下路干干的话 可能会让他 让自己的节奏就消失了 有的时候很多人玩打野都是有自己的节奏 但是你一直在干扰他 他可能玩的就不好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点 一般在打下路强势组合的只有这些吧 一般在打下路强势组合的只有这些吧 最后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好吧 打硬幅我们要首先要记住啊 兵线在几方比较好 这是第一点 总结 不要轻易的上头 我们可以适当的空陷或者消耗 没必要闪现还可以 可能 对面还留了一手技能 反 就是反打你 一般的话就 就刚刚我讲的 比如说你一技能上去杀卡 杀了一波对吧 我们没必要说 闪现上去追打 让他走了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当刚刚看到了虾子 对吧 可能就会被换掉 还有打布龙蛤蟆最好的方法就是控线 推线也是可以的 但是推线很容易被抓 所以控线是最好的方法 不像狭 狭 推线比较快 卢西安推线没有狭快 最后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点控线啊 要尽量的保证几方的小兵 要比敌方小兵少两到三个 这样的兵天是很容易控住的 第二点控写 补刀之前想下敌方是否有技能 无技能用平A补刀 Q消耗 有技能则用Q补刀 第三点 消耗在敌方补刀时 用QAWA进行消耗 我们的AQ或者QA都可以的 一般弩线就是可以这样玩 然后今天课就先到这里了